唐三大战两名巅峰供奉二 甚至没有利用击退对手的时间休整 而是悍然踏前一步 他身上排列在第八位的红色风环骤然闪亮 一圈红色光芒朝着那两位封号斗罗笼罩罩而去 唐三那没有休息就发出的第八魂集 正是来自于邪魔虎精王的蓝银虎精魔之射 能够强制性令敌人眩晕三明 任何防御技能都无法免疫 在两名巅峰斗罗被击退的过程当中 唐三终于找到这一机 与此同时 他将右手中的海神三叉戟瞬间抛出 直奔空中那被定住的千军斗罗飞去 而他的右手呈爪形向前抓出 伴随着龙银之声幻化出一只巨大的龙爪 抓向降魔斗罗 天天迟钝神爪 轻然巨响当中 海神三叉戟撞击在盘龙棍上 千军斗罗毫无悬念的被轰击的 飞出了嘉陵关城头 那巨大的天青迟钝神爪就已经到他命前 毫无悬念的抓在他身上 被天青迟钝神爪命中的人 所有感官都会变得迟钝 几乎和死没什么良良 唐三提起右手运转控鹤秦龙 将海神三叉戟抓了回 然后唐三将海神三叉戟甩出 直奔降魔斗罗胸口刺去